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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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LUNA的Top5 先来问一问LUNA对这个游戏的看法 我觉得它这个游戏应该是在原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多的改进 增加了很多的变动因素吧 比如说你需要去买牌 你有VZTown 它本质上是没有变的 本质上还是做一个类似于速度的推理 但是它在原版相比的基础上 多引入了一些不同的这种新的这种规则 对 我是更喜欢第一版比较纯粹的推理吧 它第一版其实相当于是给你框出一个大的范围 所有玩家都只能在这个范围之内去搜索 但是这一版在搜索的过程当中 相当于你是要去移动你的那个探险夹 你去自己选择你想走到那个格子里面 然后在这个格子里进行探索 这一点上来说我可能会喜欢新版稍微多一些 比方说有人去探索北边了 我可以选择先在南边这边探索一点 跟它有一个不同的这种探索的选择 但是确实就像LUNA说的 这两个游戏它的底层都是一个排除法的推理 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 以前是以一个固定的区域 现在等于把你全解锁了 想探哪里就探哪里 那么就会出现有人探1到12 那我就不探1到12 产生了一个互为盲区 因为以前它星空打开的那个位置 是取决于时间位置在最后那个玩家 你唯一可以做的区分就是你看流星 我看陨石 这边它就是完全一个自由选择 正是去怂恿你做不一样的选择的原因是 它直接把4个玩家的登陆地步 放在了岛的4个角落 也就是说从它的设计意图上来说 它鼓励你一开始 大家搜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 从操作上布决了操作页 但是又鼓励你在答案上去操作页的这么一个操作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学别人 别人掃1到7行星 后置位说那我也掃1到7行星 两个人掃完之后相试一笑好像都没什么用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基本上强制你在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的第一手信息都会是不一样 它把第一版里边这个research 获得一个额外规则 这个动作变成了去探访程式 它可以拿到一张卡牌 卡牌是第二版独有的 我感觉就是它会给你提供一个额外的思考的这么一个层面 但是它这个卡牌不会说是给你完全引入一种新的策略 你最终还是要通过完成推理来得最大头的分数 但是在两个人都能完成推理的这个前提下 你卡牌拿的顺手了 它可能就会成为你最后的那个胜负手 基本上来说你可以认为它每张卡牌给你提供的 要么是可以给你减二到四个时间左右 或者说是什么每只鸟给你额外一分 每个蛤蟆给你额外两分 所以它可能一张牌给你的最后的分数上限会加四分左右 它减少了以前的一个挫败感 因为以前很多时候你去做research 你想象的很美好 然后拿到一个没有用的消息 这个事件在新版里同样会发生 我跟孙毅就拿到过两条完全没有一样的线索 但是现在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天头 我可能主要就奔着那张牌去的 我可能就不太在乎它 它如果没有用我也就可以忍了 这一点上我觉得它的改动是增强了这个体验 同时它限制了你去research的频率 以前是你不可以连续两轮去research 现在变成根据游戏的进程 它会把你收回来你这个拜访城镇的这个标记 你收回来之后你可以再继续去做 它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会逼大家吧 因为大家会有一种不用白不用的感觉 我这个快刷新了我是不是应该用一下 还有一个跟原版比较大的区别是 在原版里边这个行星X本身是不太特殊 但是在这一版里边它每一个失落的物种 你在开局之前会选出一个来 这个失落物种本身也会带一个特殊的规则 我能感受到可能它的设计的本意 因为你选择了不同的失落物种 所以你玩起来一局跟每一局之间 你会感觉你运用了一条不同的规则 首先我只玩了一次 我觉得虽然引用了不同的物种的不同规则 但是玩起来其实推理的感觉还是一样的 你们会不会觉得实际上它都属于那种你玩的次数多了以后 推理的这个路径上其实它会有一个趋同的感觉 第二座跟第一座它主要想解决的问题 就是解决这个趋同感 每一个意图都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它起始的位置不一样 避免大家去做同样的操作 我们玩新星X到最后的一个起手式 好像大家都是稍微往前挪一挪 有个很固定的起手式 但这个的话起手式又特别舒适 就你看到了也可以 没看到也可以 看到一个也行 它绝对不会改变你推理的逻辑 但是它会改变的是你先推什么 你没有办法做到我每次上来 我就顺眼去搜这个蟒蛇 就是你可以这么做 但不一定会是最优解 因为从我们原来的角度来说 你上来搜蟒蛇是一个很亏的事情 因为它只有一个 你大概率搜一半 你也是得零 大概率是倾向于先去搜多的东西 我反正喜欢这个游戏的点 就是我相信Luna一会儿肯定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两个是一个正方一个反方变手 这个排除法推理游戏 你在玩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你的思维是比较单线程的 但是这个游戏 其实它在很多的层面上 都给你引入了这种 可以跟其他玩家有互动的地方 这可能是Luna不喜欢这个新版的原因 但是这也是我喜欢这个系列两作的原因 就是你要去看别的玩家 他做了什么事情 如果你在他后边交作业的话 你要去大概能推断出来 他先交的作业是什么东西 然后你要去想我要不要去抄他的作业 我抄他的作业 可能我的行动效率会高一些 我们刚刚玩这把的时候 我一开始我第一个动作 我做了一个直接定位一个格子 是什么的这么一个动作 我因为是第一次玩 我就问Hans 鸟的板块应该怎么摆 然后我问完之后 我马上意识到 我好像犯了一个很重要的错误 我问他们不就等于告诉他们了 我刚才定位的就是一个鸟吗 但是我后来又顺着一想 我是不是下次玩的时候 我就可以利用这一点 我就故意把我鸟的板块拿起来问大家一下 这就是很盘外招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于有些人来说 这可能是减分项 其实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设计力的体现 就是它把本身是一个应该是多人 但是很单线程的一个游戏 引入了这个可以跟玩家互动的这么一个层面 而且就是不同性格的人玩这个游戏 你会感觉他们展现出来不同的这种游戏风格 我会比较欣赏这样能容许不同的人 体现出不同游戏风格的这么一种设计 反方便手 反方便手 有没有觉得有问题 我只能说作为一个更喜欢自闭的一个游戏的玩家来说 我会更喜欢原版 我也不否认它的第二版的改变 是对它游戏各方面的增强 只是说你从个人的口味和体验感上来说 我会喜欢原版的那种丝滑的推理 带给我自己内心的那个舒坦的那种游戏厚的感觉 你如果要在第一版跟第二版之间做一个选择 你可能会觉得第一版会更适合于 喜欢自己做推理的这种类型的玩家 然后第二版的可能更适合于那些享受互动的玩家 在我看来 它第二版的设计的初衷就是像汉子说的 它为了显得更丰富且更多变 它融入了很多的互动 第一版它是个基础的东西 第二版就做了很多花里胡哨的一些装饰的东西 去让它整个内容更丰富了 但是我喜欢的只是它最原本的东西 是第二版抄作业感觉上你的行动更有效率 但是我本来第一版喜欢的就是封闭式的推理 那种严丝合缝的那个推理之后的那个感觉 推理本身的快感 对 我觉得Luna喜欢的就是第一版的纯粹 但是这个纯粹呢 它不一定是说在于说互动与否 而是在于说机制的纯粹与否 可以认为就70%都在推理 但可能星座你的50%在推理 因为你还有一部分的决策点 要在于说玩另外的游戏 就是这个版图上你去如何的移动 你还要考虑买牌拿分 或者买牌省动作 还要考虑说我因为要收回我的visit time 所以我的动作可能要怎么去控制 基本上你的版图就是走一圈 在那个时候一定有人交作业 其实它也是个固定式 你可以去算你的动作的总数量 大概有多少步需要找出来 基本上我们三次都是在那个位置上交作业的 这两个游戏都很像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都在一台车上开车 在这个公园里面去逛 根据我们在车上看到的这些风景去做一个推理 Luna非常享受推理的过程 一座是我们大家坐在一台车上 一个陌生人的开车 能去哪里我们没有人可以住在 大家看待的东西差不多 无非是你从左窗户看 我从右窗户看 但是我们这个路线是既定的 Luna也不用担心去哪里 但是我们喜欢开车的人就纳闷了 但凡我要是能看那边 我就能够解除这个题了 但是这个司机他就不往那开 但是Luna说我没有关系 因为我本来也不想开车 今的这个就是这个公园里面 我们不单只要看风景 我们还要顾着开车 我们还要决定去哪里 但是Luna就很讨厌开车 坐车派 对他是坐车派 他还就是说我车也开不好 然后你们赢我这个游戏 只不过是开车比我强而已 你们算什么对吧 就是因为你开到了一个 我认为你只要开到那里 你就有很大优势的地方 老因为我没有开到那里 所以我的优势就不大 但是我认为这个游戏 我们主要比的还是根据窗外的风景 我们去推理这个事情 我能懂那种心态 就假设说你代入现实 我坐了车 我可以全身贯注的 玩我的手机游戏 但是如果你让我一边开车 一边玩手机游戏的时候 我也会有Luna这种反感的感觉 我就会玩的很不踏实 我就生怕我因为一心二用 哪个东西做不好了 因为我觉得Luna有的时候 太过于专注于看什么 而没有去在乎这个车去哪里的时候 有可能就容易出车祸 出了车祸的时候 他就想说这不是我本来的本意 我只想好好的去做推理而已 我感觉他这个开车跟坐车的区别 其实有没有可能要求你在第二版里边 更要去抄别人的作业了 因为你想在第一版里边 大家可能都看的是这个大的范围里边的东西 那我研究的这部分 他研究的那部分 可能彼此之间不会说有一个太大的差异 但是第二版里边有可能他在岛的南边 我在岛的北边 那我们两个人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 那么这样的话 会不会就是第二版里边抄作业这个事情 收益可能甚至比第一版要更大一些 我觉得它一定是更大的 因为抄作业的前提是在于说 我就是依赖于别人去做我缺失的那部分 在原版里面 我就算再不乐意去做跟别人同样的事情 我跟他坐在同一台车上 无非就是我说的 他看左边我看右边 仅此而已 他这个抄作业这个事情 其实跟他那个行动机制也有关系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 就是他是看谁走的前谁走的后 决定谁是下一轮先动 你走的前走的后 也跟你交作业的顺序有关系 有些时候如果你就不想让别人抄你的作业 你就最后一个交 对我觉得这也是 Luna不喜欢的无谓的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说这个游戏是我们随机丢彩分 我们每一次交作业的顺序就随机 你别管我就是要公平 Luna可能就开心了 因为我们有意的想抄作业 我们每次在过卡的时候 我们一脚油门就往前走 就奔着抄Luna作业去的 这一步操作有没有操作 可以有 但是Luna说我不想要这个操作 我宁愿他是随机的 因为他觉得这样公平 这一点可能跟你的那一点是相冲突的 你希望一个游戏里面有不同的风格 Luna是希望在一个风格里面我们比强弱 这个说法很很正确我觉得 你要是想说玩一个大家都在抄作业的游戏 我们去比谁抄作业强可以 因为我觉得Luna不是一个说拉不下脸去 在这种游戏里面去撒谎的 就假如说是一个身份推理的游戏 他翻了个白眼 因为我的意思是 在身份推理游戏里面 他可以接受这个设定 因为这是一个大家都在撒谎的游戏 但是当这个游戏的选择权是交给你 你可以决定撒谎赢游戏 还是实话赢游戏的时候 Luna就会受到了这个道德的约束 大概率他会选择要正派的赢游戏 那么这个游戏在这边他就做出的决定就是 可以让你堂堂真正的赢游戏 也可以像我这样很卑鄙的赢游戏 那么在Luna这边 他是永远不会选择卑鄙的赢游戏 在他看来就是我这种就是不齿 你知道吗这种操作业 你们也不要把我说的这么正派吧 我觉得你们都揣测的太多了 这个游戏里面给予了很多我们操作业的空间 这也是你不喜欢炼金术式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尤其是加扩的连接书上 对很多时候等你全搞明白了就去发表 你已经晚了 因为有人在2分7概率会对的时候 就已经选择去赌一赌 讲到底这个游戏玩的过程中 我也会想说如果你们是交作业且告诉我答案 且符合我的想法的时候 我也会顺其自然的想要去减你们的成果 也不能说完全我又不操作业 从我们角度你会觉得我没有去检验你们的结果 但是我会相信的原因是你检查了孙毅的结果 就我也不会单纯只相信一个人看到一个东西 如果说你们两个都确定的话我会相信 虽然说我没有验但如果是你的话 你可能认为我们两个哪怕确认这个东西 你可能还是要自己来看一眼才会相信 我不知道我觉得因为你们有点矫枉过程的在纠结 我喜欢第一版和不喜欢第二版 因为你们都喜欢第二版 然后你们就觉得要说出一个理由 让我喜欢第一版 或者为什么我不喜欢第二版 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喜欢与不喜欢 有的时候就是像托马斯说的那样 它就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 如果我说我喜欢绿色 你喜欢红色 今天不行 我就要告诉你 你喜欢绿色的优缺点 我觉得你说的完全没错 其实我倒没觉得客观上 二版一定比一版要好 如果我要推荐别人在这两个游戏里 选择一个的话 我不会跟他说你就无脑买二版 我会跟他说 如果你喜欢星空的主题 就买一版 你喜欢在雨林中寻找动物的主题 你就买二版 我也认为一版是一个更纯粹的游戏 一版玩起来没有那么多的规则 你可以跟一个之前从来没玩过左右的人 邀请他坐下来 OK我们来一局推理游戏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二版的话 你可能会要介绍卡牌是怎么回事 陆地里走海上走 有什么区别 什么情况下可以回头 什么情况下不可以回头 一版那个主题 它限制你每次都只能查这个区域 这个实际上是很符合现实中的天体研究的 有些情况下 你看不到的东西就是看不到的 你没有办法研究 如果你们推荐给别人的话 你们会怎么想 说实话到目前为止 玩了三把 所有跟我们一起玩过 这一版的人都喜欢 且如果玩过第一版的人 都觉得第二版更好 我没有否认他第二版 没有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去改进 写他的改进 我没有觉得有问题 我只是一直说的点在于说 我喜欢第一版的那种纯粹与丝谎 然后你们又能认同我的话 为什么又觉得会有分歧 没有啊我刚刚就是说嘛 我觉得明白 确实就是第二版它多了一个 一心二用要去开车这个元素 而且它不单止这个元素 多了很多其他的元素 我能够懂 当你对另外的元素不感兴趣的时候 你加了这个东西进来 而且它的占比很大 且决定输赢的时候 你确实就不会喜欢 同时开车玩游戏是不好的 不要这么做 只打个比方 免责打个打比方 如果说是推荐的话 从我的角度来说 这两个游戏都很符合主题 这个找动物的 跟那个找天体的 两个都很贴切的主题 呈现的这个方式是不一样 在这个基础上 我觉得这个的自由度 确实会比前一座高 它们是同样的价钱 如果你认为这一类型的游戏 一定是你喜欢玩的 且你又想一个游戏反复玩 我会认为第二版 比第一版的重开率一定是高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是很喜欢 一个比较纯粹的更有做题感吧 更有做题的感觉 就更加偏速度一句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更有做题感吧 只是我personal的觉得第二版的因素 非常多多 没有第一版让我觉得那么的舒服 第一版推理更紧凑一点 对就更集中在某一个因素 或者一到两个因素里面 我好像喜欢的很多类型大字 都会往这方面靠 就我喜欢不要那么多的那种 我能懂 没有那么多花活的游戏 对但是本来其实你有更多的花活 它更考验的是我们很多东西的一个 综合思考的能力 但是我自己就是比较喜欢那种 排除掉花活以后 它剩下的那个框架 写想要在那个框架里面较量的那种感觉 这它是个问题吗 它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因为对于玩桌游的范围来说的话 不可能说只玩的一个类型的 但是我就是容易在那种游戏里面更有爽感 别的游戏你说玩吗 我可以玩啊 你每次说开这个 我也没有觉得有问题 没有反对 只是我每次都觉得 第一版会让我觉得更舒服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方式 会不会与观众造成一种错觉 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强互动的游戏 对它主要的互动就是 你要不要在别人放了之后 自己也放一个答案上去 就是对别人的行为做出一个推测 其实它也是属于一种比较间接的一种互动方式 对也是一种推理的一种方式 它不会说你打出一张卡来 别人直接少10分 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反正对于我来说 不管是第一版还是第二版吧 就是没有明显的缺点 就是跟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一块玩 其实我觉得它的门槛是一种 虽然说你可能认为它是一个老套嫌疑 但是我觉得它作为一个推理游戏 且是一个规则不简单的推理游戏 从一开始它的学习门槛就比较高 每一个动物有一个特殊规则 我觉得从这一点上它已经扫掉很多语言 因为在我们教第一版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很多人在第一版的时候 他完全不能够理解这些新戏之间的规则 对它有一些术语 你得给在讲规则的时候 让别人能理解清楚 哪怕是这个 你可能还是要消化一会儿 这三字Costclass是如何的一个关系 然后如果你很不喜欢这种消化这种东西的这种感觉 它里面会有很多那种瞬间 对语文能力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我觉得还好吧 它也没有很高的要求 就是你习惯了它的说法 你就懂它在说什么 只是说可能你第一版接触的时候 你会适应一下 之后就还好了 之后不管你玩这个还是玩那个 它们是互通的吗 我有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它是否是一个改进 这是我唯一一个存疑的地方 就是它关于交作业的结算这一块 有的时候我觉得它好像是一个改进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又没有那么清晰 因为以前它可能是因为主题 因为版图 它那个原型的版图 交的顺序就特别的简单 特别的明显 因为它中间的内圈就是交作业的顺序 谁靠前谁就在前面 没有一个你放完之后螺成一螺 反正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翻法 对之前一版是从里往外翻是吧 我记得它那个一版的这个图画方面设计的更清晰一些 这版就是大家都放在那一个地区里边 用一个1234的那个数字里的标上 操作性上确实感觉一版会更好一些 因为它把它变成了一个二维的一个难题 就是说它加入了这个空间元素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要问你自己 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存逻辑的推理 不想要任何空间上的推理 那么你就选一版 二版它毫无疑问是一定是加入了 一个空间纬度的推理 且在这个基础上它做出了一定的牺牲 就是这个结算的清晰度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牺牲 只是说我可以接受 你论严谨干净跟爽 可能还是一的 美工上会让我爽一点 因为它非常的清晰 的确在这一句优势也没有 我们忘结算了一次 翻开那个答案 你们觉得这游戏的APP设计的怎么样 我都玩这三版了 我回到了一个问题就是 我可不可以直接人在中间 这一把扫的都是海岸线 我可不可以按到海岸线来算 对它不可以 但是它的APP并不能够追踪这个问题 因为它不知道你实际上是在哪里棄手的 所以它整个的APP的设置和它的规则 是有矛盾点的 它在规则上可以让你重复走 应该说是APP不提供给你纠正规则的设计 对它这个重复走 我现在想的也有点奇奇怪怪的 你按照海岸线你走得远嘛 四到六步 但是我可以强制我走 只收了三个地方 不行只能至少要死 不是回来了吗 但是你哪怕回来你也至少要死 但是你可以回来 可以回来但是至少要死 你可以认为三步就是一到三 两步时间就是四到六 那为什么要回来呢 这就是我说的开车嘛 它要求你在这一步的时候 想好你下一步要大概搜哪里去 是的 所以为什么要折返的原因 原因是因为你有可能这样绕绕过去之后 你下一步想搜在这边绊倒就回不去了 而你停在内陆跟停在海边 你下一步的搜索方式可能也是不一样 也是因为我很多次都在内陆里面 停在内陆我只能够算内陆走路 我不能够算海边走路 但我在我的认为里面 如果你作为一个APP 它确实没有办法帮你做到一个最强的追踪呢 它可以那是那样就会变成一个电子游戏 它已经有一个APP去support你的行为了 但它却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追踪你 它如果百分之百追踪 我就问你我们还要弄个版图干嘛 你们刚才的这个讨论 其实也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 首先我本身认为它这个游戏跟APP 结合的这个框架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游戏的本质导致了 你有些信息是公开的 但是有些信息是不公开的 所以它选择了用APP这种方式 但是我看有人提出过这样的一种质疑 他们会觉得别人操作APP的时候 会有这个作弊的这个情况 如果你开了声音就无所谓 开了声音就会 我玩的时候不会有这种担忧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或者说 看这个视频的各位 会不会有这种担忧 很多有平风的游戏 有些人作弊这个东西该怎么避免 我只能说就是 因为大家的生活中都认识嘛 我可能也不会揭穿它 但是you know就是每个人 你活在一个社会里面 一方面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的一个评价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 是别人对你自己的一个评价吗 虽然我不会当面说什么 但是我已经在我心里面 给了你一个评价了 对 可能在你看来没有问题 但是我看来有问题就可以了 总结道德谴责它 澄清一下 我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但是我看有人提出过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也有遇到过作弊的玩家 周围大家一起玩的人都知道他做的 主要是这个东西吧 你没有办法用规则配携它 对 就有一些比较聪明的设计 它会在这个配件的设计上去阻止 例如说你本性就只有这么多个 你拿出来之后 你剩下的那个数量加总是对的 但是你也防震防 就是有老千能说我就能变一个多出来 像扑克牌你多变几张出来 你非要转这条路的话呢 它是没有尽头的 严谨如赌场 还有老千呢 对 甚至回到了所谓的道德上谴责 我都不说说谴责也不谴责 因为我不在乎 不在乎的点在于说 哪怕他赢了这个游戏第一名 我都不认 我只认第二名是第一名 在我心里面 所以就是无所谓 你自己爽了 那是你的事 我认为这可以开一个杂谈 就是桌游老千怎么办 对吧 没有必要在这商量 找几个人戴着面具过来现身说法一句 突然受伤了法制节目 那是不是还得变个身 看身形都知道是谁 每一次玩完这个 他们都觉得因为我一个人反对 他们的意见 就觉得马上可以开始录了 但其实在我看来 我并没有反对你们的意见 只是我想说的是我一个 自己的游戏感受 总的来说这个游戏我是推荐 且推荐给所有喜欢一代的朋友 你喜欢一代买二代准备错 我是推荐这个游戏 我没有说我不推荐 如果玩过第一版 然后听过我们的聊天之后 你觉得第一版对于你来说 现在确实是过于枯燥了 我觉得第二版都是可以入手的 但是如果你第一版和第二版 两个都没有的情况下 我会觉得可能你自闭一点 那就买第一版 除此之外你都可以买第二版 我也觉得二代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我这边也是推荐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座油不止沙沙 我是你的主持人一炮丛红汉森 我是无名可作孙燕 我是雪原绿色小马剧Luna 拜拜